这问题大部分都是与多元以及包容相关主题有关 所以过程中如果说同仁有任何想要提问的 是不在稍后秀出这六个问题上面的 当然也欢迎或是其他甚至与其他主题有关的 都麻烦欢迎透过我们荧幕左下角 这个slido的qrcode 欢迎把你的问题打在上面 那如果你今天比较害羞没有问题要问的 你也可以去浏览别的同事提出的问题 在旁边点赞 那越多赞的问题就会跑到越前面 那当然等一下会后结束有时间的话 我们一样会从最多赞 最多人想要谈访Orgic回答这个问题 我优先请他做回答这样子 好那大家记得扫qrcode 那我们接下来专门就正式开始了 好那我们的第一题呢 其实要问Orgic的是要一定要从这个认知自己这个主题开始 毕竟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座谈会的最大的这个主軸 那身为Orgic不知道是您身为第一个性别栏位上 填无性别的政务委员 那请问您是何时又是怎么发现自己对于性别有不同的想法 那能不能够给我们聊聊这中间发生的一些过程呢 我应该是12岁也就是1993年的时候 那当时我相当沉迷于BBS 本来是用电话线打电话就是登登登登的那种BBS 但是后来很快就有网际网路 那就连上了学术网路上面很多的BBS 那大家知道BBS在创一个账号的时候 它会问你的性别 但是呢这个性别里面还包含植物啊矿物啊 各种各样子这个我们平常没有觉得说 诶性别是不是选择题吗或是非题吗 那但是其实它变成一个填空题的这样的感觉 那所以我就发现说诶真的它不一定是说 我们的就是Biology Determine Destiny 就是生理的情况决定我们的命运吧 那后来同样是12岁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相当多的MUD 就是以文字构成的元宇宙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线上的互动游戏 那像当时这个ES2啊 这个东方传说啊等等 那其实我比较大量的开始写程式 也是那个时候 等于去营造一个大家的这个环境 那当时我也发现说 诶当这种性别是填空题的这种概念出现的时候 等于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 而自己去建立出自己的类似界面 跟人互动的界面 一样的这种想法吧 那当然后来我到13、14岁 开始第一次青春期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我很多的发展 好像跟我旁边的同学不一样 好比像说我从来没有猴结 那很多的发展都感觉好像那种 雄激素不是很多 那我在20出头的时候 有做了一个就是浓度的检验 那就发现说 医生是跟我说 我的浓度是介于雌性雄性中间 就类似七八十岁的雄性吧 的人类的浓度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那我旁边好像没有类似的人 但是我就发现网际网路上面 有类似情况的人不少 那后来当然大家可能知道 我在24岁又经历过 第二次的青春期这样 是 所以可以简单说 您是第一次应该是在 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 其实借由网际网路的这个方法 去了解外面其实有更多 像也许想法跟你一样的 这个一些人物 不管是在游戏的世界 还是在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原因 都这个词的世界存在了什么 是这样子 那所以也因此 我不会把它叫做identity 因为你的翻译是用identity这个字嘛 那我现在大概都是说 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经验 那我的经验跟你的经验 有一些部分是重叠的 这样 了解了解 是 那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体会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 可能像您刚才提到12岁的时候 可能我们担心 跟脑海中的一些想法 可能完全跟您不一样 我们可能想的是比较生活化一点 但您可能已经想到下一个不同的主题上面了 那我们谢谢您在这个问题的分享 那我们其实刚才有提到一些跟认知自己这个主题有关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呢 想要了解的是 当您今天刚才提到 当您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子不同的想法 以及甚至到24岁第二次青春期的时候 那表示您应该是已经开始经历过一些勇于了解 并接受自己的一些阶段 那当然我相信这个成长的过程 包含从年轻 青春期甚至到处社会 在了解自己之后 紧接而来的改变 多半是发生在您的生活的大小事上 它可能是跟您的家人 或者是跟您的朋友 或是其他的一些情境 所以我们第二题想要请您回答的 或是说请您分享的 应该是说当您在认识自己跟有余做真实的自己之后 对于您在工作的效率以及表现 或是说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产生其他的影响 我想在工作效率上面 因为通常就是所谓transition的这一段过程 就是你跟别人开始多很多话题可以聊 所以就变成是说本来只是可能工作上面 有接触到的一些朋友 那但是因为我的transition是非常公开的嘛 那我当时是在研究城市语言 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城市语言的一个术语 叫做Runtime Typecasting 就是城市执行的运行的期间 在做行别变换 行别转换的这种概念 去跟就是资讯科学家的这个社群 去分享我的体验 那我就发现说 其实从这个Lin Conway到到现在 其实有相当多的咨询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那更不要说我们开山祖师图灵 对不对 所以等于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这一个社群里面的人 其实本来对于这些事情 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甚至亲身的体验 但是在我这个公开translation以前 大家比较不会聊这个嘛 大家都是写城市而已 那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是在工作跟生活 人际表现上面就真的多了很多个维度 那也因此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了解 我在网络上有了解到是说 你有长期在我们的苹果电脑担任过顾问 对是的 它是等于2010年开始到16年 一共6年的时间 6年的时间 好了解 那像比如说像我们 因为我们像汇丰也是外营 那像比如说像苹果电脑这种 像相对是外偿的公司 它在里面像这样子 分享像类似这样的主题 是相对跟台湾可能local企业来讲的话 是比较开放的吗 是不是因为我们可能 现场的同事都没有机会在苹果担任 就像这个机会 那不知道您可以分享一下 那时候在那边当顾问的一些经验 特别是在这个主题上 我要特别讲年龄 是因为就是20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距离我2005年06年 公开transition已经过了至少四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就是开放元 自由软体界的朋友都已经知道 就是要怎么样跟我互动等等 所以我可以说我完全在苹果的 六年里面基本上没有碰到任何就是 需要特别处理这个议题的场面 也就是说这就是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那大家当然有时候会问说 那我的pronoun是怎么样啊 那我就说这个我是信号 斜线信号就是whatever 你用什么pronoun都不可能offend我 那当然就是偶尔会有这样的exchange 但除了这种其实已经要讲 非常practical的exchange之外 其他并没有因此有任何 让人觉得有差异对待等等的情况 那16年之后我离开苹果嘛 到这个行政院 我也很高兴说16年到现在 也六年的时间了 行政院也没有让我碰到任何就是不舒服的情况 了解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不管是在 也许一下是在我们外商像苹果店 或者是像您现在在行政院 其实做于对勇于做政治自行这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可能像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一旦这样做会遭来很多负面的一些影响 其实对您的经验跟体验来讲是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问题 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了解了 谢谢您 那刚刚也提到一些是跟我们工作 还有职场方面有关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部分都知道 我觉得很多同事在线上可能会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情 他不太敢去把脑海中或是心里的一些想法说出来 那我觉得多半可能都是因为 担心别人会给他一些扣上一些帽子 或者是被做一些评价是他可能自己不是那么有越接受的 那当然这个对于团控来讲的话 其实因为您现在的职位是在政府 算是在政府机构的部分 那我们就带到我们下一个提问 就是说在很多的跟职场以及工作上改变相关的分享 不知道您在当了政府官员以及跨性别者 这样子的这个角色下 您对于多元社会的职场的愿言是什么 那又如何可以你觉得可以说 是协助打造一个更多人包容的友谈社会 是我想这里面有就是不要怎么样跟要怎么样的两个部分 那不要怎么样的部分就是刚才讲到的 就是biology should not determine our destiny 就是不要因为我们的是怎么样子的身体 是怎么样的身体经验 就限制我们不能够去成就或者实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这是最基本的 那要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都可以喜欢自己 而且unmute yourself 就是unmute怎么发生 取消静音吗 就是说 取消静音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视讯平台上面 最常看到的就是like跟unmute 这两个按钮 对那我觉得这两个按钮都要按了 那不要因为说自己的经验跟别人有所不同 就觉得说不喜欢自己 或者是不愿意去把经验有所不同的部分分享出来 因为经验有所不同的部分恰恰好 就是你独特的贡献 如果不分享的话不是很可惜吗 嗯了解 我想随便问一下Audrey 就是刚才有提到是说 您有提到almute这个字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第一 那其实像很多同事我刚才提到 他们可能平常不敢almute自己 那可能多半担心的是说 他讲出来的东西不是大家所预期的 那我想询问一次说 可能当您在一开始进入这个职场工作的时候 不管是在哪些的工作的职业范围内 那您有没有看到周遭的一些同事 不管是同龄也好 还是甚至一样跟您对性别认知 有些特别看法的同事 他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导致说他需要一些像您这样的 那些异地见 那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给他像有这样的想法的一些线上的同事吗 是我想喜欢自己是必要的 因为在不喜欢自己的情况下 其实很难almute掉自己 那但是你觉得你刚刚说 确实可能有些格格不入的感受 我觉得这完全要看空间的规划 好比像说今天大家的提问 在slido上面是匿名的 那也就是说不需要举手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想要问的问题不popular 根本没有人帮你按赞 你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 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大家都在滑手机 那但是如果你的问题获得了很多个赞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不是只有你想要问这个吗 大家也都想要问这个 所以当这样子的空间出现的时候 我们叫做安全空间 safe space 就比较不会有说 好像第一个immune的人要吸收全部的风险 这样子的情况 等于是说大家都可以发现 原来这个题目大家都想听都想谈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我们在公部门也好 在其他大型组织也好 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一种安全空间的建立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 只要有这样的安全空间 我想我旁边的不管同事啊朋友等等都是很愿意分享 了解 所以打造这个安全空间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同事们在这个空间下能够勇于表现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说勇于发言并改变一些 他觉得需要被改变的事情 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没错 了解 那我可能再多问一些不好意思 那因为这个安全空间的定义上 像我们刚才像Adam刚才有提到 其实汇丰像这么大的企业 已经在全球不同的国家都非常积极地在打造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在汇丰的同事们 其实多半跟其他在不管说台湾的 可能说跟其他产业比起来 相对是比较有机会 有这样的safe space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其他的一些企业 可能相对是比较公立型的企业 或者他可能本身公司文化 或者他周遭的职场的一些氛围 就真的很难去打造这样子的安全空间的话 那不知道您 或是说比如说甚至政府机构 我们可能有时候同事 最直接的联想 可能觉得政府机构是一个非常 这个一板一眼的 可能很少有这种台湾空间 更不用说包容 以及这个多元化的一些这些状况 那如果假设您遇到一个同事 或是一些朋友是发生 他们很不幸的在自己周遭 这个所谓的算是他自己熟悉的一个环境下 很难打造这样的空间的时候 他能够做什么样的突破 或是去自己打造这样的空间 是 我想我们在公部门 确实我刚到行政院的时候 就发现这边有一些文化 跟性别没有关系 但是跟长官属官的这个从属关系有关 而且事实上这写在公务员服务法里面 就是没有长官允许属官不能够甚至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言 就立刻就谬掉了 那所以我们开个会 任何一个部会 他长官属官一起来 属官绝对不敢讲话 最多就是传纸条或传私讯给长官 由长官来讲话 那我们去任何办公室长官还没下班的话 属官他还不敢下班 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虽然跟性跟性别是无关的 那您说要怎么样打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知道说自己不孤单 像我们有一个join平台 公共政策宏陆参与平台 在上面就有很多的提案 好比像说当年我刚加入2016年变成全职的时候 就是国旅卡不应该去限定只能做这个观光巴士 那或者是说请假 不能够只有半天或整天的请 大家都希望用小时来请假 非常非常多关于HR上面的提案 那个别的提 大家都觉得相当的好像帮毛挂铃铛一样 但是因为join平台是实联制不是实名制 所以其实是可以用笔名来提案的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什么玛丽苏啊 什么之类一看就知道是笔名的公务员 在上面去提 可是一提你就马上看到5000多个人的联署 而且人事行政总处去问每个部会的时候 没有人反对 那我们就送到考试院 考试院就通过了 这个时候我的脸书底下才冒出某位公务员留言说 当时那个HR提案是我提的 感谢大家支持等等 对所以就是最重要就是把它引导到一个 它真正有拘束力的 必须要主政者必须要出来就事论事的 主点的回答的这样子一个参与的机制 我想光靠个人很难营造出这种空间来 了解 这个其实我也想echo一下我们汇丰台湾 在WP这边有一些定期的一些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主题 其实就是多半邀约我们不管是前线或是后台的同事 就是透过一些不同的管道去匿名也好或者是署名也好去表达他对于一些他想要去改变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这个如果说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同事去做一个联署 那当然我们在后台在总行这边去review这些流程或者是产品的设计也会把它拿入考量 那我觉得也许会呼应到刚刚Audrey您这边提到的一些您之前这些相关的问题 是好那我们到我们的下一题 那刚刚其实Audrey有提到一些我们讨论关于说说我们在多元的一些社会及职场的一些 如果去打造像这样子包容的一个算是所谓的safe space这个安全的空间 那我们其实下一题是想要提的是 我们台湾其实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多元包容的国家了 那大家其实可以在过去这几年可以在社会的不同的领域跟角落见到这些快速变化 但是其实多元这个概念它其实不只是限制于性别或是自己的身份的认同 其实我们多元这个idea也包含到有一个创新的思考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大家提到像我们刚刚都觉得Audrey是一个非常非常smart intelligent的这个人 那我们想要请Audrey分享一下说您作为一个能够快速发想创新而且实用想法的人 你会怎么建议我们线上的同事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资深的去培养一些多元创新的想法 并用开放的角落去观察的事情呢 最近那个NHK有播放这个我跟日本的一个新媒体艺术家了对谈了就是Yoichi对谈 那他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说假设我们真的见面了因为我今年要去日本嘛 那我要带什么这个伴手礼什么礼物给Yoichi 那我就说My undivided attention就是我完整的注意力 那他们觉得很新奇因为没有听过Omiyake是这个无形无枝的啊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全神贯注的聆听对方 不但说可能持续个十分钟实体上不打断对方 甚至在脑里也不打断对方 那这样的话你才真正能够进入他的情况 那这个才有多元可言 那不然的话比较像是说那你是收集这个资料 但是其实并没有站在他的那一边嘛 所以所谓take all the sides就是选每一边站 至少你要先从某一边开始 那这个就是undivided attention 就是真的是全神贯注在脑里也不打断人家 那如果是说要怎么平常练习的话 其实有一种叫积极聆听的方式嘛 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或家人约好 关于某件事情你就听他讲十分钟不打断 在脑里也不打断 但是呢之后就换你讲十分钟 但你只能讲你刚刚听到的东西 他一定会觉得你误会了 但是也不能打断 然后再轮流再轮流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很快就可以达到 我们说世玉融和fusion of horizon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彼此的情况下 看同一件事情 了解 我发现Audrey的对话中都会有很多很厉害的词力 您刚才提到这个fusion of horizon 您可以在它的概念是什么 您可以再多说一点有关这个级背面 您的也许一些想法 好啊 所谓的世玉融合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看任何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现在我们的对话 或者是你在看一本书一个著作 欣赏一个艺术等等 都是我们的一个成见 就是我们在看以前脑里已经有的东西 跟我们新碰到这个内容 把它融合在一起嘛 那但是呢 这个融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自己不走进那个内容 不进入那个作者的视角 不进入对方的视角的话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对话里面 或者欣赏里面 并没有得到什么 事实上就是说 对话结束 你脑里的成见 还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情况 那只有它是有互动的情况下 就是你可以去想说 那我设身处地 我在这个情况下 我的这个成见 跟我成见不同的部分的这个张力 这个张力 那我们愿意把它融合在一起 而且去指明说 那我经过这场对话 经过这场讨论 我的这个误会 就是本来以为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的东西 我怎么样回来更新 我脑里面的这个状况 而不是说过滤 就是我不想要看到的 那我就干脆不看到同温层 等等的情况 那这样才能够真正创造出 新的这种文化产物 那这个是一个蛮古老的概念了 这应该是高达美吗 这是Gadama 它的诠释学的概念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了解 哲学诠释学的这一套想法 了解 这个跟您对话 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也包含了很多新的词汇 那我其实想要在 那个echo这个问题 再多问您一些 因为你刚刚提到有一个 最好的练习方法 其实就是 应该说 回到这个问题的主轴 我们其实要培养一个多元创新的想法 最重要就是聆听 聆听的见点 但是聆听这个概念 我觉得对很多 包括我自己在 其实很多人当我们今天在职场上 东西来得太快太急 通常就没有耐心了 那我觉得这个耐心也不是说 一定男生比较没有耐心 或是女生没有耐心 其实他就是当东西真的太多太急了 我们有时候在聆听的这个过程中 往往都会忘记他最重要的关系 就真的要把他听完 然后不要在脑海中去打断对方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假设今天遇到一些 我们可能真的非常包容 要去听对方在说什么的时候 但他自己比我们还要急 那不知道 Ori在自己的一些职场的一些经验下 有没有遇到像这样子类型个性的人 那如果遇到的话 您会怎么建议我们去改变他的一些做法 或是让这个对话会更有效率 不过我想时间结构还是很重要 就是说当然就算我也不可能 连续十个小时听你讲话 但是运气好的是 不管再急躁再怎么样 大部分人没有十个小时的话可以讲了 在我们就是 总会停下来的 那尤其是当他是很完整的被听到 我常常是说倾听 不是只是聆听 倾听就是好像你会随着对方的描述 好像有点倾斜 就是进入他的那个状态去 但不是说被他的情绪带着走 而是说愿意去体会他的观点 他心里还是留个自己的空间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 就等到他终于讲到一个逗号 或一个据点的时候 那你可以就是非常短的可能两三句话 你就首先让他知道说 你已经顺着他的思路走到这里了 那另外就是说他卡住的地方 或他还在整理思绪的情况 你就把这个当作好像是你自己在他的状态一样 把自己倾斜部分慢慢回到正轨的时候 被你的脑波影响了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诠释 就是interpretation的作用 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我们就设置一个时间结构 就让对方说 那这边有个钟 那到十分钟的时候 就换我讲了 或者我的office hour 那是四十分钟嘛 那到第四十分钟的时候 就换我讲了 大部分人在这个框架里面 他是很自在的就可以畅所欲言 了解 我觉得您的建议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在不同的公司 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不同单位的 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那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 当今天跨部门或是跨事业单位 当你今天没有办法 很低时间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事情 或是没有耐心去聆听 或是请听的时候 往往我们回答出来的东西都不是 不但可能很难解决问题 或者是反而惹怒对方的同事 让他们有一些刻板一下 觉得阿你这个部门就是非常的 一秒惹怒同事 对 可能蛮常怀 或是我丢我自己本 但是我觉得您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架构这个时间的概念 让彼此都有一个互相抒发 对方想要讲的时间的这个办法 那当然在请听的对象 也要适当的去给予一些feedback 那让他知道说您是 你是非常了解他的想法 而且你是有在听的 而不是只是单纯听他抱怨 然后最后也没有一个结论 那我觉得这样子相对 也许像您讲的 这真的会刺激到很多 多元跟创新的想法 而且会让我们站在很开放的角度 就像您说的 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事情 然后也许会有更多的想法 这样子 好 那谢谢Audrey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呢 带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五题 好 那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上 我们提到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在一个不同的情境下 不管是职场还是其他的情境 让去培养我们的一些创新的想法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不同的 其实特别是职场的情况下 多元化的角度也让我们在每天的这工资场上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时代 或是说像我们所谓的迁行时代 陆续的加入这个职场 那一旦这些比较相对年轻 讲比较特别的人加入职场之后 可能往往会在一些地方激起一些火化 那这个火化有好有坏 可能有些年轻人觉得老一辈的人资深的同事 他们讲不过他们 或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太值了 或他们没有办法去创新 那您对于您的来讲的话 您每天的工作可能都包含起许多 许多亲人参与或者是社会创新 那应该有蛮多机会跟不同世代的人相处 那不知道您对于在这个年轻世代 或者是所谓的不同世代之间 您有什么样特殊的观察 或者说你们你觉得他们有哪些 不一样的想法跟习惯吗 是我觉得主要还是 community这个概念 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网际网路里面混得比较久 那他就比较容易觉得所谓的community 不是住得离我近的人 而是价值离我近的人 因为现在在网际网路上面 非常容易寻着某个 就算你觉得像刚刚您说很特立独行 但是假设你是万分之一那么特立独行 好了那台湾就有2300个跟你差不多的人 那在网际网路上面大概都可以找得到彼此 所以就会很容易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相像的共同体 那但是呢如果是接触网际网路比较之前的 就是他之前的生活里面比较没有网际网路 这样子的互动方式 他的时间比较不花在网际网路上 所以他的网路年龄应该说是比较年轻的 这些年轻人的话 那这些朋友们就比较容易是说 他觉得离他近的是他的实体世界 实体距离近的才叫做近 因为他比较没有一个随时就抛个这个视频连接给对方的习惯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觉得疫情的这两年 真的是帮助这个跨世代经营共创很多 因为对于很多长辈来讲 尤其是在管理阶层的长辈 这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 视讯可能倒扣一分勤 因为当时的视讯环节非常的差 对见面才能三分勤 但是因为疫情嘛 见面没有三分勤了 要戴口罩只剩两分勤 那现在的视讯 我们就发现说解析度真的蛮高的 至少两分勤起跳吧 所以他就是on part 就是就他自己在家里自己用个手机 都很容易设定嘛 那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比较愿意花多一点时间 在就是以理念相弃的人结合成社群 而不是只是住在旁边的人 结合成社群或者工作在隔壁的人 结合成社群的这样的想法 去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隔阂 所谓的digital gap 在最近两年 我们可以看到快速的在融合起来 了解 我想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再多问您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说您应该有提到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彭温层 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透过网络世界的这个发达 在可能脸书或是社团或者是IG找到一些 这个兴趣跟这个偏好好像是类似的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group 但是我们当然对于像这样的情况来讲 可能是国外台湾也会有可能往往会发生一些 比如说网络的一些比较负面的状况 比如说一些同温层的一些见解导致他们去 对一件事情或是对一个人事物去做一些 比较负面的一些想法 那对于您的观察来讲 这样子的情况会不会随着我们网络越来越发达 或是说手机智慧型装置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 会变成一个反而走向一个负面的一个趋势呢 还是说您有些其他对于这一块的一些想法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这完全是看所谓的latency 就是时间怎么讲呢 就是同步的状态啦 举例来讲好比像说 像陈山琳你用下航一首歌叫悲伤下载了两次嘛 在一个以文字跟照片为主 而且它po上去到你看到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 的这种所谓的高latency 高延迟的互动环境 那可以说是几乎全部都是脑补 那脑补当然真的很补啦 所谓的投射嘛 但是这个脑补并无助于 你真正设身处理去了解对方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一个高延迟的非同步的 以文字跟二维照片为主的 现在当然有些短影音的这个情况下 所构成的社群确实很容易造成 您刚刚讲到这种网络乍看之下 好像一拍即合 但是事实上它是放大一些片段的 破碎的其实无助于长期关系建立的 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就是reduce latency 让这个反应的速度可以更快嘛 好比像说像现在 因为我们双方都有宽屏网路 我很清楚说你点头是在点我这句话 而不是五句话六句话 以前的头对不对 所以这个才真的视讯有两分情嘛 那随着我们的频宽越来越宽 不是只有这个二维的部分 那也包含大家在slido上面及时的回馈 那甚至包含我们现在说metaverse 是可以所谓的share reality 我可以把我的某部分的实境 好像建模 像现在很多人在像skype或teams聊天的时候 都会开齐聚模式 together mode 那就有一种我们都在同一个ambience 都在同一个环境里的这种感觉 那所有这些都是在降低latency 然后让这种脑补的情况比较不要出现 那这样的话它就比较是有利于人跟人之间的互相真实的信任 就是pro-social的就是亲社会的啦 就比较不会助长我们反社会的那个部分 了解 所以您刚才的这个解读 其实您是 我可以这样讲是说 对于这个大家现在这个讲得很热门 这个元宇宙 metaverse这个词 您其实对它的前景是 未来的一些应用的情境下是还蛮看好的吗 可以说就是share reality 那像当时我不是有说在mod上面用文字 但是那个文字所建构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嘛 别人有动作 我立刻就感受到这个动作等等 那当然随着频宽越来越宽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带入 我们世界里面越来越多的东西到这样子一个世界里 所以元宇宙对我并不是一个新的词 我是93年94年就看到这个词 因为当时看Snow Crash这本小说嘛 但是可能因为Snow Crash 当时好像我们后来有翻译 但是中文的那位译者翻成妹他欲 那有的时候一个翻译的词 它的R值就特别低 所以就没有流传 如果当年翻成元宇宙 说不定就会流传了 对对那所以当时比较 在台湾比较多人听过反而是cyberspace嘛 赛博空间异度空间 这样子一个字 但是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共享的事情 了解了解 是那针对这个问题的第二个衍生的疑问 我想要问您的是 刚才有提到我们这个在 特别是疫情期间 我们现在都很常利用视讯 去跟我们的不管是亲友 还是职场上的同事去做联系 那您刚才有提到 其实有一些相对 可能对于这个数位这种engagement 相对经验比较少的一些同事 他可能会一开始对于这种非常不习惯 那他甚至假设他今天是管理局的话 他其实也很能去找到一个平衡 那您对于 我相信您的工作上一定很长 不管是公司的活动 还是其他一些企业产 都有机会用到 像我们今天用的这个Zoom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teams啊 等等的工具 那您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 给这些相对 可能是相对主管职或是长辈 当他们在利用这些比较创新的 这个数位这个工具 去跟比较年轻的时代去 去做沟通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是可以把 这样的距离再拉近一点 对 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像今天这种 比较casual的场合 就是大家是在聊 彼此生活上的事情 而不是说像这个 你也不是像立法委员 在我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 问我说 对 简讯十年之后 要多少钱 之类之类的 这种比较工作上的问题 对不对 到底对疫调有没有帮助 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一个人他在工作上面 如果是处理这种 就是比较高强度的这种工作 那当然再加上这个场合 或者互动形式的不熟悉 那就很容易有这种比较 感觉比较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像我自己之前在西谷 2008年开始就远距工作 那当时我们on board 一些特别是比较之前 真的不是很喜欢 视讯的朋友的做法 我记得当时我们QA部门的 Lead Kim Peer 他就会从他的 就Napa Valley 就跟买一些 其实真的很便宜的红酒 那专门FedEx 还是DHL 到就是同事家 对到到我家 然后我们就安排视讯时间 可是这个视讯人 完全不是用来工作 就是拿来喝完全一样的酒 那然后再次声明 很便宜的酒 对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至少我们知道说 我们现在就是摄取到的味道 是相同的 或者像他们那边 开了GP鲜亮 当时台北也开了GP鲜亮 我们就约在那边 就是吃一样的东西 然后视讯 所以如果你的初次经验 前几次的经验 都是这种非常casual的 然后隔着荧幕 都还是分享 相同的味觉经验 视觉经验 听觉经验 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就会 relax下来 觉得说 真的啦 线上还是有个两三分寝 那这样之后 在高强度的 像工作上面 来使用的时候 就会觉得比较习惯 是 我觉得您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 我非常期待 我们下一次的 提议 又一个线上品 红酒 或是啤酒的一个场合 这样 那我相信这个 今天线上 也有很多的主管 也参与这个活动 那希望 我觉得这个建议 当然在 可以使用的情境下 我相信会对 可能团队上的一些同事 不管年轻还是资深 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那或许当 刚刚欧姐讲的 当你下一次 真的需要 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一些 议题的时候 或许那样的效率 跟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也谢谢 阿姐分享 好 那今天专访的 最后这个表定的 最后一题呢 是跟我一开始介绍 谈访的这个 人生经历有关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可能从 报道媒体都知道 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您从国中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在 在家自询 那其实已经跟 其他大部分的人的 体验是不一样的 所以相信您在 这个学习跟教育上 有一些特别的经验 跟读到的见解 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所以想要请教您的问题 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你觉得培养哪一种能力 是最重要的 那因为我们现场 也有很多的 爸爸妈妈 有些可能是新手爸妈 所以或许可以 请您在这边提供一些 教育查看 是 我是自学没有错 不过很少在家 大概都在大学旁听 或在创业 Anyway 那我想这里面 我们在实验教育 这这么多年来 大概凝聚出来的一些经验 就是说 其实最好的 让小孩建立自信 喜欢自己 Immute自己的方式 就是让他的学习 是为了 透过跟其他人互动 达到某种公共利益 就是解决共同的问题 那所谓的 Purpose Oriented 就是Purpose Based Learning 也是PBL 但是这个Purpose 是最先的 举例来说 像在很多的中小学 现在都有空气盒子 那为什么会 装那么多空气盒子呢 就是因为 大家想要知道 某个地方 它的空污的状况 PM2.5 到底怎么样 家人亲朋好友 早上要不要出门慢跑 真的可以是 他的小孩 在学校炸的 那个空气盒子 来inform他的决定 所以这个公共利益 它是非常非常大的 比起你做一些 资料科学的练习题来讲 这个绝对是很大的 或者像 当时我们把 这个及时 在台湾6000多家药局的 口罩存量的API 公布 每30秒更新一次之后 就有上百个 很多都是学生 自己去写 他的学校校区旁边 的口罩地图 那这个也当然 立刻就解决 他旁边的 这个亲朋好友 不想排队的 这个问题嘛 等等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你找到了 他感兴趣的某件事 而这件事情 有公共利益的时候 透过互动达到共好 其实是最强的一种 学习动机 所以当然 现在自发互动共好 什么就是终身学习 国民教育 都已经是用这六个字了 自发互动共好 简称自动好 但是我觉得 虽然这个已经 完全口号化了 但是这个还是 最重要的核心素养 因为只要一个人 能够他自发地 透过互动建立共好 那其实不管任何新的情况 来的时候 他都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本来考一百分 现在只考十分 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他的价值 不是从外面给的 而是从他里面 能帮助多少 来给的 如果是从他能够 keep多少 能够monopolize多少 能够控制多少 来给的话 那情况一改变 他就很不安 但是如果是说 我有多少互动 可以达到多少贡献的话 那任何情况下 他都是很安稳的 了解 那如果假设 遇到有一些 可能有些 我觉得您刚才的 这个状态非常好 那就是说 我们等于是 培养小孩子 一种能力是说 他可以是 对于有一些 社会上有一些 共同利益的情况下 那去培养 它是不方便的 一些想法跟技能 那但是如果 有些小孩子 他可能相对 从小就可能 比较内向 那他可能相对 也比较自我一点 不管是可能隔代教育的结论 导致他 什么小东西都只会 以自己为优先 那但是当爸妈今天 可能要试图去矫正 或者是提供一些 不同的想法 他可能反弹就会很大 那如果假设遇到 这种情境 我相信现场的 爸爸妈妈们 可能有些小孩子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境下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您觉得可以提供 给这些爸妈的吗 我也是隔代教养 我是阿嬷跟爷爷太大的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就是 do good 不表示 不要do well 所以你保护他人 帮助他人的时候 你也可以同时 帮助自己 甚至找到一些 business model 所以 就是说 您刚刚说 比较自我 就是想要去 让自己的状况变好 我觉得这是 很自然的 任何人都想要 这样子做 那我们需要做的 反而不是说 你要牺牲啊 要容忍啊 要吃苦当吃补啊 不合理的教模练啊 那个是很古老的情况下 就是资源非常稀缺的情况下 那些或许还有点道理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 绝大部分价值的创造 都是来自于innovation嘛 就是现有的东西 你用新的方法去组合 那这个情况下 就算就是你帮助其他人 不表示你要牺牲奉献 不表示你因此就损失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 真的可以就是让他能够看到说 他不管是做什么题目 他都可以就是do well by doing good 那如果去找 好比像说所谓的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社会创业的很多例子 social innovation的很多例子 其实现在设计 其实已经是在台湾二手能详的东西啊 所以就也许可以去多带他 去看一些好的社会企业 他的经营的状况 那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顾虑到大家 现在不是所谓ESG吗 同时顾虑到这个环境的好处 社会的好处 以及我们内部这个员工沟通 这个工业链沟通的好处 其实你越这样子顾虑 自己反而过得越好 嗯 了解 我相信您刚才的分享 应该给我们现场的 线上的一些爸爸 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建议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 与您专访这个六个问题呢 我们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 因为我刚刚从旁边的同事得知 我们slido的问题已经爆满 所以我们这个马上把我们的这个题目 就是秀到我们的画面上 那当然同事如果说 呃现在还想要提问的 我们也请同事欢迎一样扫 我们左上角这个QR Code 把您想要的问题呢提在上面 那或者是一样 如果你太害羞不想要问的 你也可以直接浏览上面 已经提了问题去点赞 那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 现在有累积三十一个赞 那我们先请 Audrey这边帮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有同事提的 她的问题是说 请问您做过最困难的决定是什么 那可不可以分享您面对选择的时候 考虑的三个重点 或是扫耳 谢谢 是 两个其实时态不一样 一个是说我有生以来 第二个是问说我现在考虑的重点 所以先回答第一个 最困难的应该就是当初要保送高中 已经拿到保送资格的时候 决定说我连国中都不要念了 那那个时候是国中二年级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做科展的时候 认识很多国外的研究者 那我就发现说我其实根本不用 一路读到什么大学研究所 GRE博士后出国念书 去人家Lab等等 而是说我只要写封信 人家就愿意开始跟我一起做研究 因为他隔着网路 只知道我回信很快 但不知道我才14岁 所以他就把我当另外一个研究人员 不知道你是因为孩子 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LGBTQ说 说这个passing 就是说一下就融入那个社群了 大家就觉得 这就是另外一位研究人员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 当然有一点惶恐 因为我生活当中 都没有这样子 在国中二年级就不念 体制学校的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 当时不念是犯法的 有强迫入学条例 每天都要罚钱 那所以我爸妈其实也不是很comfortable 那后来我就想到说 那我不如去找校长谈吧 因为毕竟国中校长才真正在这个意义上面 是拥有这个强迫我去念书的权力的人嘛 那但没想到我们杜惠平校长听了我的故事 看了我写的email之后 只想了一两分钟就说 好那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 那我就说 那教育局那边怎么办 对教育局怎么办 那不是有强迫入学条例吗 他就说还没关系了 我帮你处理啊 我现在追溯期过了啦 所以他怎么处理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真的很幸运碰到那样的校长 那跟我同期的这个周俊勋嘛 曾亚妮嘛 不管是他要发展围棋或高尔夫球等等 也都是要校长的保佑才能够去做到 所以这真的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有这个自发 透过互动去找校长谈判 达到共好 那如果当时不是我自己去找校长 我若是透过我的父母 或者我的其他的家人的话 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支持 我的这个决定 那这样子这个谈判 大概就不会成功了 那结构就不一样 所以反而是校长后来 帮我去说服我的家人 所以我觉得从当时 我中二的心灵力 我就觉得说 这个公教人员是最创新的一群人 体制里面也是可以创新的 那这个感觉就一直到现在 那如果问说 那我现在面对选择的时候 考虑的什么重点 其实我并没有三个重点 我只有两个重点 就是他能不能省力 能不能安心 而且这个省力跟安心 必须是痊愈的 就是对于所有人都要省到力气 都要能够安心 不是说让一部分人省力 但是让另外一部分人很不安 或是说让一部分人安心 一对反而入解 但是其他人要报干 对不对 那所以因为我们在推行数位化 在体制里面 最担心的就是说 我们为了要提供服务 就像你们 我们也是服务业 公共服务业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很容易做出一些便民措施 让来的人能够省两个小时 但是第一线的人员 我们的公务员就要报干三个小时 那这种是不永续的 就是当他报干到某个程度 服务品质就会下降 一下降 那大家就不会想要用这套系统了 所有人都回到本来的纸本作业 所以只有就是物以善小而不为 就是所有人都省个几分钟 但是又都安心一些些 这种有点滴水穿拭的东西 在我们公部门里面 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一些reform 一些改革 所以我想我这五六年来在做的事情 大概都是在提供这样子一些创新 让公务员自己看到了 觉得真的大家都省了一斗安心 然后就可以选择来使用 了解 你刚才讲的两个重点我觉得非常受用 省力跟安心 而且最重要的部分是 要所有人都能够被这两个这个因素去 这个应该说适用的情形下才可以 才可以这样做决定 对 好 谢谢第一个问题提问的同事 那我发现大家都是匿名 不知道会不会等一下看到一个书名的同事 好 那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的话 第二个问题是 疫情期间大家多了很多在室内的时间 那请问Audrey这边是否有推荐的书 或者YouTuber Podcast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书的话我动不动就会推荐一些嘛 所以如果大家用这个搜寻 请找唐凤推荐的书 或者去像博客来说网站找一找的话 就可以看到 对看到最新的 那我推荐的真的都是我看过 而且跟我的职务有比较大的关系的 那像最近我推荐的好像一个叫 叫末日嘛 对不对 是一个历史学家 这个Ferguson他写的 那他在讲的就是所谓的台湾模式 为什么可以因应这个各种各样的变化 包含疫情在内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 就是单一一套剧本 我们并没有最佳化任何东西 反而是我们的常用关系统 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系统都很习惯说 偶尔就会来个地震 就会来个台风 每次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反而有这样的resilience 而不是一套完美的剧本 是靠在不完美当中去找到进步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这本书就不错 所以就给他推荐一下 那至于YouTuber或podcast的话 那当然就是我自己啦 欢迎订阅这个Digital Administrator的TW 就是我们PDIS频道 这一次的这个演讲 我们一结束我也会po到我的频道里面去 那大概都是creative commons 就是抛弃掉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 所以不管你要拿来做迷音 还是做饶舌歌曲 怎么样都很欢迎啊 就是我就是素材而已啦 这样子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好谢谢你 谢谢你的分享 好那我们到我们第三个top3的这个题目 那他的题目是 Origin你好 请问您如何建立强大的心理素质 坚持自我的理想 并敢于创新与托惠现状 这个有标准答案耶 如果有看有一些以我为主题的书的话 就是要睡满八个小时 对 睡满八个小时就可以了 对对对 但是后来我演讲这样子讲 我就收到一些国高中学生抗议 说他们明明要睡九个小时才够 结果他们家长就拿唐凤来压他们 唐凤说睡八小时 他够一小时 对那所以我在讲的是说 我成年之后啦 睡满八小时 我小时候也是需要睡九个十个小时 所以大概就是睡到自然醒啊 什么叫自然醒 就是被闹中闹醒就不是自然醒 那这样自然就可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因为如果睡眠不足的话 任何人都一样 就会去照着我们前天或昨天的一些习惯 来处理新的这件事情 因为本来的还没有所谓的work through 就是还没有真正在脑底结构化 还没有疏通 那这样的话 不管什么东西来 就像刚刚讲到那个 事欲就不能融合 就完全是用成见 再处理事情 那真的只有完全睡够了 短期记忆都写到长期记忆了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用一个比较是不带有成见的 或者带有成见 但是完全知道成见是什么的这个情况 来面对新的这个状况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睡够就好了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所以您现在也是每天都一定要睡8小时 对 而且如果我醒来就是没有到8小时的话 那我一定中午就把它补满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6加2啊 5加3啊 怎么样都要补满 对 了解 所以这33位点赞的同事 包含问的就记得今天闹钟 就要睡满8小时 那有人猜就说是 是Audrey说的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跟HR这个 quote me on it 好 谢谢Audrey 那我们到第4题 有30个同事进展 那这一题可能比较专业一点 那这个是有关于国内银行数位化电子相当级业务上 云端一直受限于金管会的一些法规的限制 那请问Audrey这边有什么样的看法 可以帮助我们金管云端跟传统达到生育的分辨 以及或是宽放放宽以让台湾国内银行的冰菜 可以追上亚太的其他国家的脚步 嗯 那个断词是上云端啊 上云端是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上云 对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规范并没有 就是各自法的规范并没有依托出就是欧盟GDPR的规范 因为我们的各自法就是欧盟在GDPR以前的那个版本定定的 而我们现在就是国发会的法治协调中心 对各自法的解释 基本上都是拿GDPR的精神来解释 所以如果你可以说服就是欧洲的这些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 来进行您的运算的话 那其实理论上不应该说 反而我们的法协中心说这个欧洲可以的我们不可以 像最近大家可能有听到比较夯的这个接种记录嘛 接种证明 那也完全就是用欧盟的规格来运行 那在欧盟的规格里面 我觉得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之前大家都觉得说 你交给一个公有云的业者运算 你就必须要把RAWAR DATA 就是第一手的资料 原始的资料交给他 他才能帮你做运算 但是其实欧盟他们花很多力气 特别是像GPAI 对于AI的一些次世代的应用 去研究什么呢 说研究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就是隐私强化的技术 那在这里面呢 因为今天不是技术研讨会 我就只讲一个 就是有个叫同态加密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说 举例来讲像我这个有个保险箱 我把它用钥匙这个就是加密 加密之后我就交给你说 这个保险箱里面有很多堆的很好的积木 请你帮我把它打乱 那其实你不用打开保险箱 你只要摇那个保险箱 里面就打乱了嘛 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积木 你也不知道到底它本来的状况怎么样 但你还给我的时候 它是打乱的 那所谓的同态加密 现在所谓全同态加密 就是大家以前以为只能打乱 或者做一些这种让乱度增加的操作 一些特定的操作 但是后来就发现 没有 其实你隔着保险箱 什么都可以做 好像隔着保险箱解开魔术方块那样子 那这确实是很尖端 这两年才商转的技术 但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加密的资料丢给公有云 让他去进行很复杂的机器学习 等等的运算 算完之后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他自己算了什么 然后丢回来的时候 你一解密 那就是正确的资料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比较不会受到 以GDPR为精神的 这样子的各自的运算所限制 因为它并不是所谓的 去识别化资料 它干脆就是匿名的 完全没有办法解密的资料 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看我们国网中心的 各种各样子的隐私保障技术 那这个全同态加密 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好 了解这二续的分享 好 那我们这个同事票选的 这个下一题呢 是跟您的个人的情绪有关 那其实整个今天的时间上 我们都 突然不好意思 突然有另外一题 后来居上 好像也没有 我们要民主原则 对对对 那这个刚刚跟您的情绪有关 就是说您在公开场合 总是非常的淡定 像今天整个 我相信您的情绪起伏都非常的平稳 那同事想要问的是 请问您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 那你怎么会 你会怎么处理自己的这个情绪 当然会啊 就是任何就是喜怒爱乐什么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不是说我没有情绪起伏 而是我可能真的很短的时间 就是不到一分钟 那个情绪就过去了 那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有没有很充分的去进入 那个情绪的同时 又在脑里面有一个空间 所以等于一倾斜 又可以回来 那当然我如果没睡够 其实脑底也没什么空间了 所以睡够还是最重要啊 那但是 又回到睡八小时 对又回到睡八小时 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同等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你要能够为自己正在有的情绪 去取个名字 去好像邀请他是客人 在你心里的某个沙发上面 可以暂时站住一下的这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名字 没有知道你正在为了什么生气 正在为了什么悲伤的话 那你很难把它看作一个 有别于你自己的体验去对待 我现在体验到冷 体验到了热 但是我不是认同冷或热嘛 所以这个体验 那我冷了 我就披肩衣服嘛 热了开个冷气什么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我就知道说 我脑里这些 就是嗡嗡作响的警报器 这些情绪 其实就有点像是火警警报器一样 就是要我赶快去采取一些行动 然后回到这个homeostatic 就是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来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脑里的 火灾警报器把它mute掉 就是完全没有听到的话 那事实上就会一直陷入 更不好的这样子的情况去 所以不是忽略自己的情绪 反而是完全认真的处理情绪 给他一个名字 知道他正在提醒你什么 然后立刻就去反映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了解 如果您在处理情绪的时候 都非常的有条有理 然后但是我相信有些同事 他们例如这28位点赞 他可能遇到的状况 可能他今天真的情绪起伏太大 导致他当下理智断线的时候 那可能通常有些同事会爆吃啊 或爆哭 那当然不方便问您最后一次是这样子 哦会报税啊 报税 但是不是所得税了 不是所得税 对对对 没错 反而是想要问上次 你是做的什么样让你情绪 报税 那很多 好比像说像大家可能知道说 之前那个我们发明 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有及时的30秒钟 更新一次的口罩地图嘛 那这个我就觉得 这当然是几位 就是居邻里临时政府的朋友们发明 我觉得非常棒 所以我就帮他们协调了很多 那但是我们不知道 就是同时钥匙也在发明 发号码牌 然后收健保卡 然后中午再过卡的 这件事情 那这两个单独来看都很棒 但是加在一起 就好像可乐碰到馒头猪 就爆炸了 因为只要有发号码牌的药局 那个健保卡先存着 口罩地图就永远不准 然后那这个钥匙就会在 门口贴说不要相信APP 然后双方都就是闹得不可开交 非常的不舒服 那我当时在我家附近的药局门口 看到不要相信APP 惊叹号 惊叹号自己一张A4纸 真的很大的字的时候 那个玻璃心真的是 很不舒服 超不舒服 对 那对 那而且就是有一种 那你不然你要我怎么办 的这种感觉 有一种无力感 那所以我就马上回家报睡 那睡醒之后就深呼吸 然后就这个处理了自己玻璃心 强化之后就推开药局的门 进去买点东雄下草什么 然后问他说 那请问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要怎么办 那后来他就帮忙发明了一些 按个键就消失在地图上 等等的这种方法 这两个就是接不起来的问题 后来就解决了 等于他发明了一个隐身斗篷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没有强化我的玻璃心 走进去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知道 第一线的人员 他对于这个情况 他自己有什么创新吗 所以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还是最重要的 那对我来讲就是报睡 好这个大家今天等一下 应该等一下就下班回去睡了 我觉得睡觉感觉 这个能够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然后让有效的一些 安抚一些自己的情绪这样子 好那下一题可能也是跟这个 您自己身为这个 非常有效率的人有关 那同事主要想要问的是说 您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 那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提升 我们每天的工作效率 因为毕竟每天可能睡觉八小时 但上班也可能要八九小时 所以如何在这个有效的时间内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可能或许请欧洲再分享一下 是 我现在的工作时间是7 to 7 所以12小时真的蛮长的 那但是在里面我又分成 就是早上7到9是跟可能美东 或者就是南美北美的这些朋友 那傍晚5到7是跟欧洲非洲 所以里面视讯的时间已经拆开了 它有一个时间结构 那在中间的这8小时里面 我绝对都只排4小时的工作量 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知道 我是用番茄中工作法 就是每次的工作是以半小时为单位 工作20几分钟 最后休息个几分钟 那如果提前完成 也绝对不跳到下个工作 而是花点时间让自己休息 静下来 也看一下自己工作的状态 看说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无论如何就是撑到半小时结束 再换到下一个事情 那大家在切割这个番茄中的时间的时候 常常会过度高估自己 也就是说你有8小时的时间 就切个16颗番茄 但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一定会被打断 中间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你 但是呢像我 我8小时的工作时间 我一定只排8颗番茄 就是4小时一定就做得完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 中间就算我50%的时间都在被打断 我还是就是有做完才下班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最需要就是一个期待管理 就是当其他人这个 试着在你工作的第10分钟就要打断你 但是你还在番茄中中间的时候 你要能够push back 说没有这个我要到这个 像现在是5点半 我要到5点半才能够回这封信 我要到5点半才能够处理你的这个讯息 那好处是说大部分紧急的事情 当你等个十几分钟 说不定人家自己解决了 那或者是说 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context 你到5点半回来看的时候 至少他已经比较像一封email 而不是说好像很难make sense的几个即时讯息 那这个情况下 你跟你的同事就会比较尊重彼此的 这个时间的boundary 就是时间的边界 我们在职场 尤其今天讲D&I 这个身体边界的互相尊重 这个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 空间的边界嘛 安全空间 但是安全时间 时间的边界 我觉得它是几乎是跟我们保持身体的 这个空间边界是完全相同重要的事情 因为如果中间不断地打断彼此 对方的话 那不要说管理自己的时间了 或者让自己有效率了 基本上就很容易就是一个群组里面90个人在等你 想完这句话 然后按个enter的情况 那就是所有人浪费所有人的时间 所以就是don't do that 尽量不要这样子 了解 所以您的建议基本上就是说 时间内要好好先划分自己的一些分类 那当然分类好之后 也要适当地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去 反思刚刚工作的一些效率 那当然在时间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概念上 也要让别人知道说 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东西是要互相的 也不会说像有些人可能觉得 别人的时间就不是时间 自己都是最重要 那我相信可能会适当地打乱 就是在打乱你自己本身的空间 没错 了解 谢谢奥迪的分享 好 那我们到我们下一个题目 下一个题目 22个同事点赞 那这个题目是针对 请问奥迪对于跨性别 不同的性别认同跟倾向的人 有没有哪些话 是您或是身边身旁的朋友 听到会觉得不太舒服 但其实对方是没有这个恶意的 那他是主要想要知道说 如何可以避免这样的话 这个问我不太准 因为我听到任何词都是 或看到任何词都是很开心 欣赏的态度 那这个是有一套方法嘛 叫精神按摩 就是我只要随时看到 任何会让我很不舒服 想要砸桌子什么的词的时候 我的现在反射动作 就是去放我没听过的音乐 去喝我没有喝过的 混合的饮料 然后创造新的这种经验 那当我静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说 那只要我当天有睡口 隔天开始 我再看到这个字 我都是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因为我脑里就浮起 很舒服的这个音乐 跟味觉跟嗅觉的体验等等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其实不太可能被offend 你很难想到什么 会让我们不舒服 那这个这招 我是跟那个在Siri Team的 一些这个剧作家诗人 什么写的 因为每一种语言里面 大家都有各种方式来insultSiri 那但是如果Siri跟他的这个 使用者吵架 那我们就不用卖这个iPhone了 对不对 所以Siri必须要有这种 精神按摩的这个情况 那刚刚看到一个追问的问题说 那所以我是下去写这些语意分析吗 也不是 我是independent contractor 所以说是正式的 就是有atapple.com的这个email 但是我的工作不是特别帮 就是中文或者是我最后一份 是做那个无语 就是上海话 不是特别说我就帮忙特定的语言 而是创造一个架构 那在这个架构里面 每个语言想要去让Siri 客资化互动的人 能够比较好的去处理 各种各样不同 这个mamaSiri的方法 各种各样不同的 去讲同一个intern的 这样子一种方法 所以是框架的建立跟维护了 那所以我就发现说 这个Siri Team的这些剧作家诗人 那这个上面处理的很好 那我也有为者易若是 所以有点像把自己当Siri 一样来处理 所以我觉得如果 比较一般性的来讲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某句话 它可能会 就是是无心的 那可能会让别人不舒服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问嘛 就是说那我刚刚那样子讲 你会不会不舒服 那如果不舒服 有没有什么 就是更好的说法等等 那我觉得只要多问 那一开始的这个误会误解等等 之后也会变成 就是大家更了解彼此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还蛮positive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LGBTIQA plus 在各种各样子的影视影集文化作品里面 其实都已经看到很多例子了 所以我觉得在讨论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personal 你就可以举就是某个角色 某个故事什么之类 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了解 我相信线上的同事 包括我自己在都有跟Siri对话的 这个经验 没想到谩骂的这个背后的推手 你这边有些相关的经历了解 这个非常的有趣 那也希望这22位同事 对于这样的想法有些不好看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有一个 算是署名吗 这个期待看到HPC能更数位化的员工 他想要问的问题是 在数位化的浪潮之下 大部分的组织都朝这个方向前进 特别是金融业 但当然碍于法规限为限制 我们其实数位都不是那么真的digital 背后可能表面上digital对客人来 在后面还是有很多的人力 要去配合跟人工的步骤 那您过去在工部门或是企业服务的经验中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方法或突破的策略 可以来做的感想 当然今天不是学术研讨会了 那所以我大概不会讲什么理论 我就讲实际的状态 举例来说像 就是繁琐的流程跟人力的配合 我就想到我们大概两年多前 有过所谓的卫福部的那个扩大 救急的那个纾困 所谓纾困之苦 就是需要领纾困金 但是他需要附上他的存部啊 证明啊 等下填很多资料 那但是他们就拿到就是当地的社工 或者是卫生局等等 那他们就要帮忙key进系统 因为这些朋友可能很多人不会用线上的系统 那但是因为一下子放宽了资格 所以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承受不了 那甚至当时新北市还搬了一箱 那个搬了好几箱来这个中央 希望中央的公务员帮忙打字嘛 那当时指挥官就发明了那个本事同根生 合作都愉快的这样的说法 来形容那次的这个纾困的合作 那后来呢 到了去年的同样的一个扩大纾困 也是卫福部的 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方式 就是说不是逼着大家来用线上系统 而是用现有的线上系统 加一个adapter 一个转接器 就是一个邮政信箱 那所以呢 他们柜台就不再收单了 他们就是发一堆A4的form 那但是里面都是免付邮票的 那种回邮的一张A4纸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存部封面贴上去 大部分东西都不用写 就填一些基本资料 投到最近的邮筒 那全台湾的都集中到 同样的一个邮政信箱 那就可以开始用一些 自动化搬自动化的方式 加上专业打字的朋友 就帮所有人都数位化 那这些朋友就可以很快的 领得到他们的纾困金 那但是这里面的这个重点 就是在于说 我们并没有强迫任何人改变他的使用习惯 想要用纸本的人还是用纸本 只是他可以自动被数位化 想要事后去线上去track 他的出困办理情形的人 还是可以到1957的网站等等 也就是说 他不是打掉任何东西重练 我们的创新是在现有的这些component 包含邮政现象等等 怎么组合上面 因为我们发现说 当你要在疫情中间创造全新的系统的时候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你一定会碰到很多法规跟系统限制 本来习惯使用的创新是放在让所有的人 做我自己是因为担心会无意间伤到别人 但后来发现受伤的是自己 如果可以不伤害别人又能保护自己呢 这个其实有一个游戏叫做和焦虑一起冒险 那如果找和焦虑一起冒险的话 就可以看到是我帮忙翻译的 那在里面就有专门在处理 就是自己心里面那个担心无意间伤到别人的那个状态 要怎么样子去跟他好好相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具体的在这边讲 那个游戏里面想要讲的事情 那不过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在那个游戏里如果一打开的话 右下角一个心理健康小秘诀 那这个心理健康小秘诀 当时我也花了蛮多时间翻译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看这个心理健康小秘诀 那我觉得特别是对于 就是觉得可能会伤到别人 想要就是有种自我牺牲的感觉的朋友 一种好像持续的焦虑的这种朋友 我觉得玩这个游戏 以及看这个心理健康小秘诀 我觉得应该会蛮有帮助的 了解 谢谢二哥的分享 那也欢迎在线上所有的同事 大家等一下会后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对于刚刚Audrey讲的这个连结 去看一下他这个亲自翻译的一些细节 说不定会对你有些帮助 好 那我们今天的Q&A的环节就到这边 那在活动的最后呢 我们也非常谢谢Audrey的分享 但在今天的座谈会的尾声 我想用我在网络上找到 之前Audrey有讲过的一句话来说 那可能不知道Audrey 可能不知道记得还不记得 那这句话就是 万事万物他都有缺口 但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这个是之前Audrey在受访时有说过 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事情 是让大家看到他的不完整的不完美 但是当这个不完美 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时候呢 这个缺口就可以变成光的入口 那在说这个入口 就可以看到一个对大家更好的味 那我觉得这个 他之前讲的这个Q&A 非常呼应到今天在讲座的主题 就是在于勇于认识自己 以及在多元宇宝王这个价值上面 那我们都希望今天Audrey的分享 大家都能够各自有自己的收获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下次惠夫台湾还有机会 邀请Audrey来举办 其他主题的座谈会 那相信一定也是座物学习 那我们最后在结束之前 我们再请Audrey再跟我们 向同事说几句话 是 我想非常谢谢 大家问题都问得非常好 那刚刚那句是Lena Cohen的一首歌 其实 那前面还有两句 他说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然后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and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所有的作品 所有的贡献都非常完美 那其他人除了拍手按赞之外 其实很难做什么 但是如果里面有些不完美的地方 像刚刚大家很多的问题 是在问我做过最困难的决定 碰到最挫折的情况等等 反而是那些缺口 才是让我们更认识彼此的地方 所以就好像拼拼图一样 这个拼图不是完美的圆形 事实上一堆完美的圆形 然后拼不太起来什么东西 如果是有这些缺口的地方 反而才是我们可以更了解彼此的地方 那最后祝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生生不喜 繁荣昌盛 这个 这个想要做都不出来 好 谢谢Audrey今天的时间 那我们主办单位呢 也准备了由汇丰台湾CEO Adam 我们的大家长所准备的感谢状 要跟Audrey有打打感谢 那同时间我们也准备了两个 与多元包容价值有关的制作物 那一个就是我们的勇于发言的 Speak Up的对杯 那另外一个是有 汇丰彩色logo的识别证的挂带 那到时候都会再寄给Audrey的办公室这样子 好 那我们时间时间也准时的 在五点半之前结束 那我们再次谢谢Audrey 唐后唐委员 也谢谢所有今天参加我们汇丰 现在座场会的同事包含我们CEO Adam 那等一下结束活动结束后呢 大家会出现一个Zoom的一个小的问卷提醒 那如果有机会的同事 再帮我们反映一下 今天的座场会的内容 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 或是有哪些我们可以再更改善做进步的 那我们时间就到今天的部分 那我们就再次谢谢唐凤 Audrey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拜拜 Audrey谢谢拜拜